这节课我们也想来学习 Node环境的安装与NPM语言的切换 我们这门课程讲的是ES6到ES10 这些新的语法 当然ES在每年也会不断的更新 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这些语法 能够被流远器所识别 但主性的是 这些新的语法并不能被 所有流远器非常好的识别 为什么这样 大家想一想 我们的流远器是不是也是用代码写的 ES这些新的语法之所以能被流远器所识别 就是因为流远器的代码 能够识别GS这样的每一个新的方法 或者每一个新的函数等等 这样是能够运行的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流远器 都能够随之ES的升级而不断的升级的 在这个里面其实做的最好的 是谷歌的Chrome流远器 所以也强烈的建议大家 在进行前端开发的时候 一定要在电脑里面去安装 谷歌的Chrome流远器 然后使用Chrome流远器进行相对应的调试 因为Chrome流远器的调试功能非常的强大 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定位问题 或者去分析我们当前网页的一些性能等等问题 那这门课学习的ES新的语法 不能被流远器所识别 那我们学习还有什么意义啊 当然并不能这么说 因为我们是有方法 能够把这些新的语法 转化成流远器所能够识别的这样的语法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大家应该或多或少的 都掌握了ES5的一些知识 其实我们知道ES5的语法是能够很好的被流远器所识别的 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方法 把我们ES这些新的语法 转化成ES5的语法 通过ES5的语法运行在流远器上 这样的话不就解决我这样的问题吗 有没有这样的方式呢 当然答案是肯定的 有BIBLE这样的工具 可以很好的把我们要学习的这些ES新的语法 转化成ES5的语法 从而被流远器所识别 一般情况下 BIBLE这个工具呢 都会被配置在 Webpack这样的构建工具当中 我们通过Webpack里面配置BIBLE 就可以很方便的 把这些新的语法 打包编译成ES5的语法 从而被流远器所识别 因为本门课程重点 是在学习ES新的语法 所以说为了大家 能够更多的把专注度 放在学习ES这样的新的语法上面 而不是说要把很多的精力 花费在Webpack的构建上面 所以我事先搭好一个 这样的交手架 叫做MOOC ES CLI 什么叫交手架 相当于是我事先搭好 这样一个环境 就是代码的一个结构 我把代码结构呢 都上传到NPM 包管理的这样一个网站上面去 大家只需要通过 很简单的命令 就可以把和我一样代码结构 下载到你的电脑上面 具有和我同样这样一个开发环境 这样呢 只需要在我们这样一个开发环境里面 去写ES这些新的语法 开发环境就会自动的 把我们这些新的语法 转化成ES5的语法 那这样的话不是很方便吗 当然我相信有很多小伙伴啊 也想了解我们这个Webpack 是如何配置的 在我们课程的后面 会有针对于当前这样一个开发环境 你们Webpack是如何配置的 这样的讲解 大家不要着急 那我们了解完这样一个 ES的运行机制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去搭建 这样一个开发环境 我们的环境呢 是需要依通于Node的环境去安装的 所以说我们首先需要在电脑里面 去安装一个Node的环境 安装地址呢 就是这样一个HGPS Nodejs.org 其实这个地址大家记不住也没有关系 大家可以打开百度 直接搜索Node回车 其实这里面的第一个 就是刚才我BBT里面那个地址 当大家打开这个网站以后呢 这个网站能够自动的识别出 当前你所用电脑的操作系统的版本 我使用的当前是MacOS 是个苹果电脑 它能够识别出这种的版本 当然如果大家使用的是Windows的版本的话 也是一样的 不管你使用的是32维的Windows版本 还是64维的Windows版本 它都能够准确的识别出你对应的版本 我们只要下载安装就可以 但是要强调的是 这边会看到两个版本 一个叫做长期支持版 一个叫做当前的发布版 要注意的是 我们需要安装LTS版 也就是这样一个长期支持版 为什么会这样啊 其实Node的每一个大版本的更新 它的变化其实都非常大 大家看这个是12 这是13 这叫做大版本啊 可能同学比较喜欢长线对不对 长一些比较新的功能 他说那我就安装这个13吧 大家不要这样 因为大版本的变化呢 其实对于原有的很多预法 可能是并不支持的 大家一定要去安装LTS版 当我们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其实它就能够自动的 去下载对应的安装包 当这个安装包下载完成以后呢 大家只要打开安装包 已经够的下一步就可以 建议大家什么也不要改动 OK 当然我电脑里面已经安装过啊 所以说安装的过程呢 我就不再给大家点事了 当我们安装好这样一个LTS版以后 我们如何去确定当前我们电脑里面 已经成功的安装了弄的环境呢 大家需要打开电脑里面的终端 当然Mac电脑的话叫做终端 如果您用的是Windows这样的话 大家按住键盘上面的Windows键 同时呢 按一下R这个按钮 就会弹出一个输入框 你在输入框里面输入CMD 注意是CMD 然后敲回车就会打开一个跟我一样的黑色的一个控制面板 它呢 就可以认为是Windows内的终端 OK 我们在这边输入Node 空格杠 小写的V 然后呢 敲回车 如果这边能够顺利的输出对应的版本号 就说明当前你电脑里面 Node环境是安装成功的 注意当前我电脑的Node环境是12.16.1 当我们把电脑里面的Node环境安装好以后 其实随着Node环境它自动的会安装一个NPM包管理工具 其实NPM是三个单程缩写 就是这个Node Package Manager 就是这样一个Node的包管理工具 它是什么作用呢 使用NPM这样的包管理工具 可以很方便的帮助我们把别人封装好的一些包 下载到我们电脑里面 从而实现相同的功能 刚才说过 Node环境已经自带了NPM这样的功能 其实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我们在中端里面输入NPM空格杠小V 然后回车 就能够输出对应的NPM的版本好 就说明我们电脑里面也安装好这样一个NPM的环境 当前我电脑里面对应的NPM的版本是6.14.4 如果有同学使用NPM安装过一些包的话 其实就会发现NPM在安装一些包的时候 速度非常的慢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它会连接一些国外的圆 就是源头的圆去下载这些包 我们在国内的话 连接国外的网站其实会非常慢 那怎么办 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工具 叫做NRM NRM它是一个NPM的镜像源的管理工具 因为我们使用NPM在安装的时候 很多时候国外资源网站太慢 对吧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NRM 可以快速的在NPM的源之间进行切换 从而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当前最快的源头 然后把它切换最快的源头 进行相应的安装 这样的话我们安装包就会很快 这就是NRM的作用 那既然我们电脑里面要使用NRM的话 那么我们首先要安装 注意这个安装的命令 Windows和Mac会稍有不同 大家仔细看 我们在Windows脑上 安装的命令就做NPM install-gNRM 我解释一下这里面每个单词的意思 NPM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Node的包管理工具 Install叫做安装的意思 杠-g我们需要全局安装 安装谁呢 安装NRM这样一个包 如果你用的是Mac电脑的话 大家注意 Mac电脑当进行一些全局安装 杠-g安装的时候 我们需要在前面加一个速度 它表示的是 我们使用当前管理员的权限去安装 但是如果你用Windows的话 就不需要加速度 这是一个细小差别 大家需要注意 我们先安装一下NRM 还是要打开我们的终端工具 因为我是Mac电脑 所以说Win使用管理员的权限 我需要输入速度 如果你是Windows的的话 就不需要 然后NPM install 全局安装-g NRM 回车 这边需要输入我电脑的密码 需要输入它密码 然后回车 这个时候 它其实就会安装 NRM 这样一个包 当然安装的过程 快慢取决于当前的网络情况 很多同学经常会安装失败 大家注意 其实这个安装失败也没有关系 只要你确定 当前你的命令是正确的 那么安装失败的时候 你就多安装几次 就可以了 因为毕竟当前 NPM连接是国外的一个源头 它可能速度没有那么快 OK 安装成功 这边也没有什么IRO的错误 安装成功以后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 通过NRM 控格 LS 去查看一下 当前可用的源 前面的信号表示的是 目前我正在用的源头 是这样一个NPM 它对应的源的地址 是这样一个 Registrynpmgs.org 它相当于是一个官方的 我们再用下看 有个同学是不是喜欢 使用这样一个YARN 对吧 其实YARN跟NPM的作用是一样的 都是对应的包裹理工具 这样是对应的它的源头 另外CNPM 对应这样的源头 搭上这个 其实这个是用的挺多的 叫做淘宝源 其实指向的是NPM 这样一个淘宝的均向 其实我们怎么知道 当前我要切换的哪个源呢 或者说 我怎么知道当前哪个源的时间 是比较快的 大家看 它提供一个这样的命令 叫做NRM test test就是测试的意思 我想测试一下 当前哪一个源头的时间 比较快 大家看 比如说我test一下NPM 注意前面是名称 比如说我test NPM 回车 这个时候它其实就会测试 当前NPM这个源头的显示时间 大家看 2236毫秒 我们再测试一下另外一个源头 比如说我test一下 这个淘宝源头 比如说test淘宝 回车 大家看 这个源是不是就会快很多 只有295毫秒 这样的话 它就会安装比较快 那我们怎么切换源头 大家看 我们可以通过NRM use 这样的命令去切换 我use谁 我只要输入 对应的名称 就可以 比如说我想用淘宝 它很快 对吧 那我的use 淘宝 回车 大家看 我们当前的源 是不是已经被设置成了 对应的淘宝景象 这个景象 是不是刚才它这个名称 所对应的后面的地址 对吧 OK 当然我们现在可以在NRM LS 查看一下可能源 大家看 这个时候淘宝的前面 是不是带一个信号 说明当前我们使用的是 淘宝这样一个语言的形象 当然还有一个命令 叫做NRM Current Current就是当前的意思 我们通过这样的命令 也可以查看 当前我们正在使用的是哪一个语言 除此之外 我们可能还有这样的需求 有的时候在公司里面 我们可能需要去指向一些 公司内部的NPM的源头 那怎么办 其实NRM也提供了这样的方法 比如说大家看 我们可以增加资定义的一个源 比如说我们通过NRM add的方式去安装源 add后面这个单词 相当于是我们给源 写的一个名字 大家看前面的话 比如说淘宝这个名字 对应的是这个源 对吧 NPM对应这个源 其实这个参数 对应都是那样一个名字 比如说我们随便写一个名字 叫做imok 后面指的是原子对应的地址 当然这个地址是有随意写的 这个地址应该是并不存在的 然后当我们add完成以后 其实当我们再使用NRMLS的时候 我们的源里面就会多出一个 自己增加的这样一个源 我们就可以使用公司里面 这样一个定制的源 去下载我们对应的包 这样也是可以的 如果有一天 比如说公司里面的源头 不再使用了 那怎么办 我们可以通过NRM DEL 把我们这个源 进行对应的删除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NRM 这样一个源的管理工具 可以实现我们当前源的 一个快速切换 那么这节课 我们首先了解 如何把我们这些门课程 所要学习的这些ES语法 去运行的这种T上 我们需要通过一个环境 对吧 或者Bible这样的工具 然后这个工具 需要依托于一个Note的环境 我们又讲讲了 如何安装Note的环境 以及如何通过NRM 去对NPM的镜像源 进行管理和快速切换 大家现在需要根据 我前面的视频 把自己电脑的Note环境 去安装好 并且去尝试一下 使用NRM 切换你电脑的源头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加油